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退卡 退卡干吗呀 这卡我还使呢 你给我算一下 里面还有多少钱 这里面还有一千四百五十块钱 这卡我要了 这儿一千五 那我是不用找 小姐 您签拿好 刘富凡 你站住 什么证 找你五十块钱 来 今天有空吗 有啊 早上九点 虹桥电影院搬退卡 早上九点我起不来 十点吧 就九点 九点半 九点 凭什么你说九点就九点呀 就九点半 行 听你的 аст五块家 九点半 八点鲜 你们处理ا 由九点半 李 李不凡 吴宇啊 什么事 那个 余志恒在吗 在呢 等会儿啊 来 老余 不是 那个 喂 我觉得吧 你们家那个慕斯卷挺好吃的 你给我送姐过来吧 送哪儿啊 喂 喂 喂 对了 我明天请一天假啊 不是 你最近怎么了 妈老请假啊 不陪你外甥女嘛 办点事 行吧 去吧 好了 走了啊 好事 坏事 好会 我也不知道 你也别问 正好 正好 你不玩 等会儿 等会儿 你正好要出去 帮我个忙 吴宇 姚慕斯卷 你帮我给他送去 我哪儿有时间啊 自己送 关键时候就指不上你知吧 你怎么来了 小舅舅把慕斯卷都送到我们家去了 以为你跟我在一块呢 今天晚上我就不走了啊 我就跟你在你这个小破屋里 我们就定不撕卷 喝着啤酒 一起继续笑骂人生 昨天还没骂够啊 小璐 我们不能再这样没有节操的生活下去了 男人就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那么要么就是禽兽 要么就是衣冠禽兽 反正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吕不凡 方巧语 东敬辉 爱于成 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都能够去死 那 那 那 小舅舅也找到你了 你以为小舅舅是你亲戚 他就是什么好人啊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好鸟 你知道吗 好好好 他不是好鸟啊 他都哭花了 吕不花 我问你 你是我闺蜜吗 他是你舅舅 他是好鸟吗 你占我这边 占他那边 不是 他绝对不是这好鸟 他这种大坏鸟 那你说人家还给你送慕斯卷吃 是你给我送的 就你跟老白对我最好了 那你们 永远都不会骗我 不会扔下我一个人 都不会离开我 我觉得吧 这辈子 我是不会遇到爱情了 傻瓜 说什么傻瓜呀 一切都会过去的 行了 你要走了 你要走了 我约了吕不凡 跟他去办最后一点事 办完了 我们俩就结束了 以后我们别喝酒了 今天开始就是崭新的一天 崭新的一切 我们呢要积极一点 生活还是要继续下去的 对吧 小璐啊 我以前听过一句话 他说我们结婚也好 离婚也好 不都是为了想让自己幸福吗 所以小璐 你要加油 要挺住 放心吧 我会的 我给你商量一下上网的时间问题 不是每天一个小时吗 分成六次十分钟 也就是每两个小时上十分钟 随便你自己觉得合理就行 我呢就是把家里闲置的东西 放在网上卖 卖掉换钱 然后咱们尽快两清 不错吧 美姐 我吃好了 我来收拾吧 家里有什么闲置的东西啊 就是你书房有一个老古董相机 现在谁还用胶片啊 雨季放在那里不用 还不如卖掉换钱 充分体现它的价值 你等会儿 你把我相机卖了 嗯 那是我的东西 你怎么能随便卖呢 你故意的是吧 你也太小看我赚钱能力了 我是董静辉的女儿 挣钱挣够 我马上走人 你马上把相机给我拿回来 我卖掉了 一个相机你至于吗 大不了让我爸给你买个新的呗 那是我爸妈送我的生日礼物 不 马上我拿回来 你可以啊 演技派啊 那个维萨就听你了 她能演 我比她还能演 当我这几十年饭白吃的呀 你说那个她会不会去把相机给追回来 能追回来呢 说明这孩子有得救 要追不回来 那我真的跟她好好谈谈 看你那样 你是不是觉得跟她斗特有意思啊 你真别说 以前我的生活里吧 只有老董 波澜不经的 没什么劲 送这小妮子来了呢 我突然觉得 我这几十年没有的斗志一下回来了 感觉自己年轻了没有 想什么呢你 走吧 不就一张电影卡吗 你看完扔了不就完了 说好今天办完 就得今天办完 行行行 接着都听你的 行了吧 您的卡里还剩一百二十元钱 够两个人看一场的吗 对 只够看一场 还需要付费吗 不用了 那你选一下 您要看哪一场 小妮 快点行吗 电影把人开始了 快点吧 等会儿 我还没选好呢 还没选好呢 随便看一个吧 人后边都排队呢 真是经非细比啊 以前遇到这种情况 你都是站在我这边 为火的利益 好不好 好 来 来 来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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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什么意思啊 你要是每张卡都想这么办 那你不如直接全扔了得了 你花了钱什么事也不干 你今天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啊 不说清楚咱们今天哪儿也不去了 你以为我真那么闲啊 一天跟着你全程乱跑 一件正事都没干 我现在干得全是正事儿 因为对于我来说 只有用这种方式 才能把你和我的过去抹得干干净净 你放心吧 再怎么烦就这一天了 等今天过完了 我就再也不会烦你了 能走了吗 去哪儿啊 八百半 小姐 您预留的手机电话号码 已经变更完毕 请问你还需要别的服务吗 不需要了 谢谢 等一下 小姐 你的积分已经可以兑换礼品了 请你看一下这张宣传单 选择你想兑换了礼品 看着你有什么需要的 都是家居的东西 不适合我 你挑吧 蓝胖子 你想要玩具吗 想啊 来 好 走 接下来去哪儿啊 引讲 还要是 嘿 那个 应该唸 õ呼 ExperORD 听说那 directions 帮着 IPNed 倒的 王宁 你醒了 你醒了吗 噶 老妈 老妈 你醒点 静点 救 Step Esperem 咱们得又是请你 你老公眼睛都快瞎了 老公 你都快把我给弄丢了 我怎么会把你给弄丢了呢 我们俩都分开好久了 我都想死你了 我主要发现一好东西 你看看 在哪儿 走 你没觉得 这凳子的设计还挺简单的吧 老公 这种材质一般都特别贵 贵 当然那好就值得呀 那你喜欢吗 我喜欢不重要 主要对你喜欢 你喜欢就是我喜欢 你讨厌就是我讨厌 我都随你 买了 走 走啦 怎么样 老婆 舒服吗 感觉 好像有点硬 硬啊 那不咱们再挑个软点呢 我们把这儿的床全都躺遍了 就它吧 我告诉你啊 这床啊可不能凑合 那咱们买一床 怎么被睡个久了十年了呀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床的好坏啊 直接影响到质量 什么呀 什么人在讨厌你 哎呀 干啥 人家是你要求高 那是行行行 那是我要求高 我要求高还行吗 哎 好困 老公 嗯 你别睡觉了 跟我讲故事听 嗯 不行 我太累了 我要再睡了 哎呀 你再晃一晃 你觉得我们两个 是不是像在船上啊 嗯 嗯 我们现在坐着船去南极看企鹅 帅 你想去看企鹅吗 企鹅不在北极吗 企鹅是南极的 嗯 那么不小心啊 一吃面就往自己身上见 就不能慢着点慢 你还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吗 没事 你一定做了吗 你是这样吗 就еров 这守护 你会游泳了吗 刚学会 怎么想到突然去学游泳了 因为没人救了 所以就得学会自救 你知道吗 其实那天 我是故意让你掉到河里的 其实那天 我也是故意要掉进去的 因为那样可以更接近你了 你说我们两个人 怎么就变成今天这样了 你说我真希望时间能倒流 我希望还能回到那一天 王小璐 你不是想玩吗 行 我就陪你玩 我今天晚上 我陪你玩这十二点都行 我们可以去 东方明珠的旋转餐厅 我们再去吃吃饭 那是我第一次牵你手的地方 那是我第一次牵你手的地方 我们还可以去 但是我从来就没有敢睁黑眼睛坐过的过山车 我陪你坐 我第一次跟你说 我爱你的地方 我们过的第一个情人节 我们一起去普德山 我们住的那个客栈 我们可以再去住 你都还记得呀 我当然记得 我怎么可能忘得掉 我们还可以去 我向你求婚的地方 记得那次求婚求到一半 就只狗追着我狂咬 其实它根本没咬着我 你非逼着我去打了针框钱一鸣 上周我路过那个公园 又借你走了走 在我们求婚的那把长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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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重新做了做 又重新做了做 我们为什么不回学校了呀 那不是也有我们好多回忆吗 我记得毕业典礼那天 我去学校找你 我们还背着你爸你妈 偷偷拍了张合影呢 反正你想去的地方 我都陪你去 什么都听你的 咱们今天不行 明天 明天我们接着 路不发 你能再抱抱我吗 我应该在你身上 就会帮我 你不能再抱抱你 你再抱抱我 还是还要抱抱你 好 山沟 你还想要抱抱她 我已经能够抱抱她 孩子 你还别抱着我 就是想不让她 我以为这样的故事 不属于我 我以为这样的痛苦 不属于我 你看着我走 小龙 你为什么没挽留 谢谢你 让我过了难忘那天 我们两个 就这样吧 就这样了 保证 我还在远远地看着你 却不承认我 还在爱着你 只是因为倔强 对自己说谎 假装没有你也是一样 啊 啊 啊 那天 什啥 好吧 你看 你看 did mà 你看 别哭了 你别哭了 我就想告诉你说 我和她之间都结束了 全都结束了 你别哭啊 喂 我问你小璐怎么哭了 谁欺负她了 没有 她刚走 走 她在哪儿了 我们 就是把后续的东西 处理了一下 应该算是 彻底结束了吧 你没事吧 我还好 你们俩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了 算了 我先罢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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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 你 你 大家看一看啊 高档商品便宜处理了啊 大姐 你看 这包特别适合你呗 随便看 这个 这个 这个手表 是我从美国带回来的 没有带过几次 看这个包 这个帖子吧 实货 这真的是从美国那个 就是正经卖包的那个店 带回来的 三千五买的 二百卖给你 这位姑娘 三千五东卖两百 你也太败家了吧 我卖我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人家愿意买 我愿意卖 管呢 这个iPad的mini最高配置 我卖一千块 人送我的 没有我几次 一千卖给你 你看 几千 对啊 你要是不还价 可以获得本姑娘的拥抱一次 那我要了 谢谢 谢谢 正好一千 谢谢 董维萨 你用这么伤风败俗的方式挣钱 你家人知道吗 我伤风败俗 一没偷 二没抢 三不靠男人吃饭 我怎么了 我把我不用的东西 去加个有需要的人用 怎么了 有错吗 总比某先生把那些化妆品 追到过期 那包也没有用 全都闲置在那里抢吧 不许子 你这么挑战我底线有意思吗 我卖我的东西 怎么又惹到你了 你很缺钱是吧 你是不是很缺钱 这些东西拿回家我都买了 行吗 你都给我搬回去 你先马上给我回家 马上回去 还有 我相机呢 两清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 这相机是非在花了两个家 你才能买回来的 打包 把这些拿回家去 你是要进去啊 还是要走啊 小璐呢 不知道 你们怎么样啊 我们结束了 他怎么样 你们以后 都陪陪陪他吧 你还好吗 你觉得呢 我也不知道 那我走了 拜拜 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啊 过来杯嘴里了 就这一杯啊 好 爽 好了 从明天起 一切从心开始 这话我还听 从明天开始 正常上班不许再醒驾了 这两天你没在 这无聊的还 刚上班碰眼无语了 没进来啊 是吗 我还跟他聊了几句 过去的都过去了 日子还要继续过 汪小璐的新生活就从 酸辣土豆丝开始 土豆 青糊 辣椒 都起来了 就用它吧 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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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像好掉了 哇塞 没得吃 喂 你好 我是玉元路520号 3号楼401 我要一个9寸的夏威夷风情披萨 再要一份烤鸡翅 再要一个蔬菜汤 再要一个羊梅汁 谢谢 大家好 你看 这个桑花 啤子 我记得 还是很高兴 我的家庭 给我们拿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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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人在经过那天晚上之后 有什么样的变化 会有什么样的故事我都不知道 但是我今天在这里了 我来找你 我坐在了这里 那也许你可以给我一个答案 就像你说的 咱俩认识十几年了 我知道你心里一直都看不起我 但咱不是还是哥们儿吗 挺好的呀 咱俩就保持这种伟大的情谊 都别太累了